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有一天两人一起喝茶 惠婷的婆婆说 我以为你最多待一个月呢 没想到你居然能坚持六个月 我去查了那一对狗男女的事 发现文老师 你没说错 谢谢你帮我解了心头之恨 我知道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说吧 为什么要在我身边打转 然后文东恩说 我有事要拜托您 轻松监狱有个犯人 杀了三个人 其中两位是女性 有没有办法给他斩肩 惠婷婆婆说 S4级别的才会去轻松 肯定是个无法无天的人渣 转间的话 那就得在监狱里面搞暴乱了 比轻松监狱更粗野的地方只有一个 是地山监狱 你觉得可以吗 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得出来 惠婷的婆婆居然是一位隐藏的大老 几句话显示了他的实力 监狱哪是一般人能插手的 他还在离开的时候特地停下来 跟文东恩说 文老师 以后如果需要跟人借贷的话 可以来找我 给你贷 我不提前收利息 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惠婷的婆婆是放贷的呀 怪不得对监狱这么熟悉 能量如此之大 他在文东恩给他借上江永天的情况时 马上说了一句 肯定是个人渣 意思就是 让东恩想做什么尽管去做 不必有愧疚感 可见他有多么喜欢东恩 他们俩的这段对话并不是简单的回报交易 惠婷婆婆轻描但写几句话 就解决了东恩的大难题 还安抚他不需要感到内疚 走的时候又特地告诉东恩 给你贷款 我不收利息 我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的意思 而是说如果缺钱你可以来找我贷款 还有你放心去办你的事 遇到别的困难我也可以帮忙 惠婷的婆婆为什么这么喜欢东恩 他曾经非常想要东恩当他的儿媳妇 惠婷去寺庙 送自己的体检报告给婆婆时 他坐在门口 一副非常不待见惠婷的样子 这时候 文东恩出现了 婆婆马上起身 非常热情地迎了过来说 文老师 我们这是有多久没见面了呀 还当面贬低惠婷 他呀 跟文老师不能相提并论 东恩走了之后 婆婆还望着他的背影 抬着头很遗憾地自言自语 哎呀 为了让太婿娶你 我费了多少劲啊 很明显 惠婷婆婆非常喜欢东恩 瞧不上惠婷 但是他也没办法 谁让儿子喜欢呢 当然 东恩也瞧不上他儿子 更不会为了复仇 嫁入惠婷婆婆家 即使他知道 惠婷婆婆是大佬 东恩策反孙明物之后 问他要了几样东西 全赛军的头发和沙拉购买毒品的账本 还有就是惠婷非常想家的富二代的背景资料 虽然富二代太婿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但是因为很有钱 还是非常抢手的 惠婷自己也说 他打败了好多竞争对手才能嫁给他 太婿对惠婷还是不错的 给他买了比严真的戒指还大的钻戒 定了王薇薇的婚纱 在买好戒指后 还告诉惠婷 送体检报告给他妈妈看时 一定要跟他妈妈一样吃素 希望他能讨婆婆的换心 文东恩拿到太婿的背景资料后 一看就看出来了 惠婷这桩婚事 最关键的人物是他的大老婆婆 于是他也去了寺庙做义工 结识了惠婷的婆婆 很快获得了他的好感 端庄秀丽的文老师 还是虔诚的佛教徒 简直就是他家儿媳的完美人线 首先 当然教师是个职业 令人尊敬 能考上也很不容易 说明他非常聪明 老瓜子绝对好事 是下一代素质的基本保证 然后 文东恩还跟他一样 只吃素 是虔诚的佛教徒 将来家庭肯定和睦 至少不愁婆媳关系 最后他家非常有钱 按资料上说的 有多处房产 还在冀州倒阳吗 不是一般的富裕家庭 虽然他是从事放贷行业的 但是婆婆是虔诚的佛教徒 做事是有原则的 而他的儿子太婿 虽然不怎么上镜 找老婆的眼光也不行 他当然希望能娶一个振得住场子的儿媳 顺便继承一下家业 儿子估计是指望不上了 文东恩无疑是最佳人选 所以虽然儿子没娶到东恩 但惠婷的婆婆是很欣赏东恩的 他不喜欢惠婷 但不方便出手干涉 怕影响母子感情 还是勉强同意了 没想到昂贵的钻结婚纱都买了 惠婷却因为全在郡结婚前闪了他儿子 他当然很生气 东恩复仇 全在郡失踪 惠婷哑了 虽然不是为了他 但事实上帮他解了气 所以他才说谢谢东恩 心里好受多了 为什么东恩要赢六个月泡菜 等惠婷婆婆主动问 才说自己的请求呢 因为东恩并不是为惠婷婆婆才报复灾君 惠婷呢 这个恩情不足以提出那么难的要求 他在惠婷婆婆身边站了六个月 表示了他做此时的决心 婆婆也知道肯定是很难的事 他才开不了口 看着很心疼 所以主动问他 打算帮他 东恩是为帮儒正复仇才提出这个要求 江永天杀了他爸爸 因为儒正是受害者家属 所以送去青山监狱 当医生的申请被驳回了 惠婷有了 东恩有了惠婷婆婆的帮助 就可以让江永天因暴动 转去儒正以成功认知的第三监狱 这样儒正的复仇才有可能 这一步是基础 所以在成功取得惠婷婆婆帮助之前 东恩没告诉儒正 让儒正觉得又被他抛弃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好在《黄天不服有心人》 演了六个月泡菜 东恩终于打动了惠婷婆婆 大家也才知道 原来惠婷的婆婆是个隐藏的大佬 她之所以那么喜欢东恩 是因为东恩制备成 当他家继承人媳妇的一切优秀品质 本恩终于打动了惠婷的一切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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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